HELLO 欢迎来到生皮C5度,我是恩利 开机到现在,说到最火烫的投手 印第安的Shane Bieber绝对是其中之一 他前两场就标了27K追平联盟记录 目前出赛的4场投了27.2局 只失掉5分,还标出了43次三振 稳坐大联盟三振王 说他是印第安的新一代王牌一点也不为过 去年是Bieber第一个完整赛季 投得不错,15勝3.28的防御率 259次三振 在度过一个美好赛季之后 Bieber继续球进步 今年带了一颗新球种开季 就是卡特球 最近几场比赛看下来,在对照去年的数据 这颗卡特球可能是他为了弥补自己原本的缺点才练的 这怎么说呢? 我们要先来了解Bieber是一名什么样的投手 Bieber的球速条件并没有特别出色 他的四缝线速球大概在93-95英里左右跑 所以这代表他其他变化球特别厉害吗? 没错,Bieber弹指曲球非常厉害 但是他投球的威力还是来自于他的控球 他的所有主力球种 速球、曲球、滑球 控球都很精准而且稳定 很少投出保送也能确实执行配球策略 Bieber去年在球种使用上 滑球与曲球都非常重要 跟速球搭配也很棒 能制造大量的挥棒落空 不过还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接下来我整理两个Bieber主要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 打者掌握到他的球容易打得强劲打得远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球威不佳 我抓出了几项集球数据 并拿来跟顶级强投 Sherzer、Cole、Velander、DeGrom比较 我们从图表中可以看到 Velander三项都在平均以下 Sherzer、DeGrom和Cole有些单项高于平均 但也不会太差 这代表他们球就算被打者打到 也不容易形成强劲球 不容易形成长打 这就是球威的展现 反观Bieber 各项集球数据都差了不少 只要打者掌握到他的球的话 容易打出强劲的集球 至于缺乏球威的原因 转速会是一种解释 摊开去年的数据 Bieber所有主力球种的转速 都略低于该球种的联盟平均 四逢线速球被打得最惨 集球出速是92.1英里 强劲球比例是48.4% 不过Bieber很少因为保送堆垒包 印第安人的防守也很强 所以比较少被大量得分 这项缺点稍微被掩盖住了 所以整体的数据也比较好看 第二项缺点 Bieber对左右打的压制力有差 对右打明显好上很多 Bieber对右打主要使用速球、滑球、曲球 三种球落压制力都不错 没有太多的弱点 对左打是速球、曲球、变速球 变速球虽然不是主力球种 也不是决胜球 但却是被打最惨的球路 被打击于3×33 挥空率只有21.1% 代表这颗变速球不容易混淆打者 容易被打者狙击 从StackCast的投球轨迹3D资料库来看 变速球的出手点有些微妙的不同 或许就是出手点或投球轨迹些许的不同 让打者容易分辨并掌握变速球 因为Bieber对左打第三球种并不可靠 无法利用配球来掩护主力球种 容易被长打的缺点依此被放大 对左打的被打几率是2×27 Barrell%高达10.3% 强劲球比例也有44% 都比对右打的数据来的差 其实这两点也只算是美中不足 但是如果以顶级枪头水准来看 就是Bieber必须跨越的缺点了 他在冬天准备的新武器卡特球 就有机会一次解决这两个缺点 根据Bieber自己的说法 这颗卡特球从冬天开始练 后来停赛期间也花了很多时间打磨 今年开幕战没有直接投入实战 不过Bieber说他那场比赛滑球投不出感觉 所以就开始加入卡特球搭配 我们知道卡特球是介于速球和滑球之间的球路 Bieber认为他把卡特球加入滑球搭配使用 更能混淆打者 并且让打者跟不上速球或是曲球 这可以解读是共轨效应的实践 简单说明一下共轨效应 投手投出两种不同的球路 出手点与投球轨迹接近或重叠 但开始变化之后进雷点又不一样 在投球轨迹重叠的这个区段 打者很难判断球路 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压缩打者判断球路的时间 投手要实践这个理论 要有稳健的控球 而Bieber刚好有这种等级的控球能力 由于现在卡特球的样本还太少 很难进行完整的分析 所以接下来讲讲卡特球数据的趋势 以及我自己看比赛的观察 Bieber的卡特球转速不错 超过2500转 在水准之上 但压制力还是要看之后如何配球 还有未来控球够不够稳 不过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 卡特球能强化Bieber的球威 其实滑球转速也有提升了 但开始投卡特球之后 滑球使用量下降 还看不出成效与去年有没有差 回到卡特球 Bieber第二场和第三场先发 卡特球还只是搭配使用 主要是拿来对付左打 对左打变成曲球、速球、卡特球 三种球路搭配 整体成效很好 最近三场比赛面对左打41次 有14次三阵、两次保送 被打局率只有一成28 5只安打中只有一只二雷安打是常打 相反的 对右打的配球就比较混乱了 从表格可以看到 今年四场比赛对右打的球种使用都很不固定 可能是看当天哪种球路的状况好 再调整配球策略 不过最近两场有点压不住右打 被打四发全雷打都是右打者打的 所以接下来找出对右打最好的配球策略 就是Beeber 的重大课题了 第四场面对白瓦时 卡特球投了31颗 变成使用量最高的球种 不过我认为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弹指曲球的控球状况不算好 有蛮多球投成大坏球 只能用更多的卡特球与四缝线速球撑场 以后使用量不一定会维持这么高 不过我们至少知道 以后卡特球不会只是偶尔搭配使用 会是主力球种 我们接下来跳出卡特球来讲一下加入卡特球之后有几个好处 一个是几乎不同变速球了 少了这颗压制力普通的球种 现在Beeber 对左打的压制力非常惊人 另一个是四缝线速球使用量减少 前面提过四缝线速球是去年被打的比较惨的球种 现在使用量减少 理论上爱轰的总量也应该会减少 还有四缝线速球跟驱球挥空率都提升了不少 都比去年提高了10%左右 跟Beeber的理论相符合 加入卡特球之后真的更容易混淆打者 打者跟不上速球和驱球 所以目前卡特球确实有一定的成效 就看Beeber接下来如何调整卡特球的使用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 其实以一名25岁的年轻投手来说 Beeber的技术已经是超乎想象的成熟了 控球的稳定性更是大多数的投手比不上的 加上一个成功的球技之后 他还会回头检视自己 找新的方法来弥补弱点 光是这两点就够让我们期待他未来的表现了 那今天Beeber的分析就到这边啦 大家会不会很羡慕 印第安人又养出新的王牌投手呢 那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帮我按个赞 记得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追踪我们的最新影片哦 这里是生皮西五度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